传统创新实验室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古灵丁 然后这一位是正中性老师 那大家知道吗 其实正中性老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专长 他就是研究那个生死学 诶这是老师这是你的博士论文吗 不是 我一直以为你的博士论文是生死学 所以我才请老师讲生死学的呢 我博士 诶这样 没有关系啊 我博士其实是讲那个明末时期 一个宗师法师 云气诸宏法师的那个珠窗水笔研究 是他的那个晚期的作品这样子 所以也跟 也跟 也算啦一个人面对晚期的时候 晚年的时候如何回顾自身的生命 也算是跟生死有关 而且又是佛教这样子 哈 因为我看你的脸书都是在讲生死 就是前一阵子 然后我一直以为老师是在研究生死学 诶所以其实那老师您觉得那个生死的 对对我们面对生跟面对死 还有你的研究就是那位道士对不对 还是法师 呃一个出家人 一位出家人对他们在面临生死的看法呢 其实我是为了要安顿自己啊 说真的就是也不是什么太太崇高的那种学术理想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是为了要安顿自己 所以变成是说那我有没有可能从 呃一些过去重要的人物 处理个人生命经验的一些的资料 来去认识到底这些人如何面对自己 或者是面对 呃呃呃呃呃呃呃 因为我是做出家人的研究嘛 所以他也面对自己面对众生 然后透过研究这个人 然后进而来思考 可以有些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是说法可以安顿自己 对于我自己遭遇的事情 有一些参考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做学术研究 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 可是那个起心动念 基本上也不是太崇高伟大 其实只是要面对自己的生命课题而已 我觉得好像研究都是这样 其实你的研究的起心动念 都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动机 然后就开始写序论 然后研究问题 然后研究结果 开始下结论 对 然后因为我研究的是出家人 可是我发现我都是越讲越入世 不是太出世的东西 入世是出家吗 就是面对众生课题 而不是说那种佛法的一些学术 学历阐释 不是 但是佛法其实虽然说它是出世 它其实也是在讲众人 比如说讲自己跟人之间的相处 跟家人的相处 还是有分身份的差异 就是比如出家人 他们其实主要在面对的是修行的问题 那面对的 如果假设面对的是信众 就是面对这些信仰的民众 他又是要处理的是这些人的欲望的问题 不能讲欲望 或者是讲他们的困扰 那这些困扰就是非常的世俗 就是那个心理学跟社会学的概念 心理学讲自己 社会学讲跟他人之间的关系 那既然是涉及到世俗 那就必须要去了解 到底世俗的烦恼是什么 那如何去用佛理去帮忙化解 活着人的问题 对 这些世俗人的烦恼 所以他还是有分两个不同的身份 然后他们出家人的身份 或者是面对信众的身份 那会去讲各自不同的东西 所以那我其实比较处理的是 他如何去面对一般世俗的烦恼 所以其实还是越来越入世 所以到最后都在处理 其实说真的 这样才会有回过头来处理自己的问题 进而当然就会 会反思人家自己的行为 或者是过去面对生死 或其他议题 对啊 50岁遇到都太年轻了 你是说50岁遇到都太年轻了 50岁处理自己的父母的丧事都太年轻了 因为50岁可是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 就差不多70岁 30岁生 对啊 对 对因为那个人生历练 到50岁其实我都觉得还不足以去面对自己父母亲的过世 有那种感觉 所以所以我觉得30岁 我对我来说30几岁面对就真的 很年轻 30几岁很年轻 没有想过会这样 就很快哦 就是淋巴癌 很快是幸运的 对是确实 就是不会是长期卧床这样 对很快是幸运的 所以迅速对家人来说会是一个 都是福报 对应该说他会是 是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可是对于心情上的 的那个 的疗愈 后端的后期的疗愈 却需要一些时间 这样 但因为太快了 所以还没有时间去面对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这就是一个问题这样 所以其实会去思考这方面的 的东西这样 对因为我我其实也是 因为我最近也是遇到 然后那个处理的事情是 你就那一阵子你忙没有时间哭 你就是要一直 你根本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忙 然后到整个结束之后 在整理遗物的时候 才会开始觉得很难过 对 没有时间悲伤 对确实 就是当你在处理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是 因为上葬仪式有好多的程序 对 那你光是那个程序的要应对 其实你就必须要花很多的精力 然后还有家人的情绪 对不起 就家人的情绪 那又要去处理家人的情绪 所以变成是在程序上需要精神 然后处理家人情绪又要精神 所以就很难有时间处理到自己 所以我都觉得 我到现在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处理自己的心情 我都很怀疑 因为像三十几岁又送爸爸 可是我不觉得我有哭过 我不觉得有 因为就是所有事情都要处理 包含就是那个身体的清洁 虽然不是我来做 可是我就是在旁边 就是把那个整个程序 所有一般人看不到的程序 纵使是亲近的人 也有些人无法去承受 可是那个不是仗仪色的事吗 是啊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作为一个长子 我必须要去 整个事情我都必须要全程参与 所以纵使我不是亲手去做 对 纵使我不是亲手去做 可是我还是会在旁边看 一定要 对 所以等于算是我是真的是完整的去走完的那个程序 就只有我这样 所以即便是连我妈妈我都舍不得她去看啊 因为她看了会更难过嘛 对 那所以便是这些东西只有我一个人经历过 所以其他的家人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样的精神压力是不知道的 那种伤痛不是只有我妈妈才会有啊 我作为一个儿子那个伤痛也是有 可是所以便是说我还是得要去面对她 然后去处理她 然后让整个完整是走完的 让大家都觉得 圆满 对 程序走得很好 然后那个心理的负担也就 降到最低 对 所以变成是都为了要安抚大家的情绪 所以变成是我必须要把整个过程做到最好 所以那种心情上面 我觉得除非有共同经验的人 否则很难去说我到底在面对什么 所以纵使是家人 我觉得也不见得能够理解我当时在面对的状态 所以其实就那都是一种只能放在心里的东西 那既然只能放在心里就变成是 就要自己想办法要去处理啊 所以就会一直在思考就是 那种死亡的意义到底对于我来说是什么 那那个处理的过程 该怎么样才能够去让自己 也能够让家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上的疏解 所以其实讲的比较实际一点是说 我觉得三藏仪式的意义 其实是在处理活着的人的心理状态 真的 对而不是说那个过世的人 因为过世的人已经过世了嘛 所以我其实我在那过程当中 我都是在处理活着的人 真的真的 就是真的死者 人家说死者为大 不要去评论死者 不要去说亡者 其实真的也是因为要让活着的人能够有 心里能够舒坦这样子 对能够有一些就是 可以好好生活的下去的那个理由 对所以我就看你的那个讯息上说有在折 折纸对不对 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很深刻的感觉是 折纸莲花的过程 并不是说我到底要折几朵 然后那个三藏仪式让那个 那个骰公可以去做那个什么法式 我觉得不是 而是在折的过程当中 因为很花时间 因为它数量很多 对 那很花时间 所以变成是大家在折的过程当中 自己就可以去慢慢沉淀 就是告别的这件事情 就是自己可以去再透过 透过这个不断重复的动作 然后让自己沉淀下来 那有时候是大家一起折 所以也开始就 就会讲话 然后就开始会聊 会沟通 对聊说我们到底对于 往生的人有些什么样的记忆 那其实这样聊的过程 就会发现就是说 原来我们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记忆 因为各自会有各自独处的时候嘛 所以变成是原来你所认知的 比如说你所就是 认知的这位长辈 对长辈他是喜欢喝咖啡的 可是我印象中怎么好像不是 不是 对所以所以就原来 他到底为什么要配合你喝咖啡 他喝咖啡是为了配合你 对还是说他真的喜欢喝 然后然后只是说那个牌子 他知道我不喜欢 所以他就没有 有可能 所以所以那个就就聊着聊着 就发现原来有有我所不知道的那一面 可是这样你就发现我们这样聊的过程当中 就会就会开始有一些互动 而且是愉快的记忆就会出来 就原来当时他喜欢什么 原来当时他遭遇了什么 这样所以透过对于我们 就是我们对于往生者的记忆 要去亲手做 是 所以有一些神话传说或有一些香野传奇 他其实是刻意要疗愈这一方面 是 我自己觉得 你不能用钱买这个东西 你就是要做 对因为你用钱买是为了要达成这个任务 对 但是你不能创造这个过程 对 其实那个折其实强调的是过程 对而不是说我真的要去达成要折到多少个莲花 其实意义并不是在那边 那我们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大家为了追求高效率 所以自然而然就说我一定要达成任务 那既然大家都忙无法达成 那就会衍生出用买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三藏仪式倒是不用要求说一定要到多少朵莲花 对 因为现在有要求要多少朵嘛 就是在仪式上面好像说必须要 我忘记多少朵了就是 我不知道 对就是要有多少 但其实不用 你真的那个可以用钱买 可是那个折的过程你一定要经历过 所以这当中我们就有沟通过程 就我的家人就有人说要用买的 这样就是有人会想要求高效率 对 可是我自己就觉得是说好吧那为了要安抚他嘛 那你想买你就买啊 嗯 因为这是你对于往生者的心意 心意 对 可是我是觉得是 那我 我觉得我要用折 我要用折的 那多折那也很好啊 反正多也没关系嘛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折 折莲花的那个过程 嗯 自己心情也会沉淀下来 对 然后就是一面折 嗯 然后一面就是会 会开始对谈 嗯 然后以前我对死亡的想像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会觉得说死亡很可怕 然后如果长辈死掉的话会怎么办 那我会不会看到那个很丑的样子 或什么之类的 嗯 那那其实并没有 就是 那个那个过程是 我爸爸他们去经历 嗯 那我就是处理 处理其他的事情 对 可是就会很shock 然后会很生气 啊为什么 生气什么 生气是 啊怎么 因为因为 因为他 他发生的那一天我刚好在高雄 嗯 对然后 我就觉得我没有回去 去跟他对抗到最后一眼 嗯 嗯 然后我就很生气 然后我就在殡仪馆 跟我爸说 你在那边等我不准他们下班 然后我就冲到殡仪馆去见他最后一眼 嗯 在那个冰柜里 是 是 嗯 嗯 可以理解就是 因为像 像我就是 嗯 我爸爸是淋巴癌嘛 嗯 然后 嗯 从 不明原因发烧 嗯 就不知道原因 无法诊断出结果 嗯 然后就烧了一个月 住院一个月 嗯 才发现是 淋巴癌 嗯 那到 不明原因 到过世 其实不到半年的时间 嗯 那每天 每个礼拜都有状况 那我自己是 有上网Google 去看各式各样有关于淋巴癌的讯息 嗯 所以大概知道那个状况的发展 可能会是什么 甚至是 也会跟医生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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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种 用功的程度 让医生以为我是医学院的 哈哈哈哈 就是会跟他用 去那个什么医学后 什么 医学后措施 对 就会用那种他们的专业英文术语 去问他们 这个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这样 所以 那后来他发现不是 然后就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做保险的 哦 所以那个 就知道 我到底用功到什么程度 想要知道我爸爸的状况 嗯嗯嗯 那因为知道状况 所以就理解是 感觉上会越来越早 嗯 所以我就 已经 差不多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左右 我大概也认定是 大概 大概好不了了 嗯 这样 所以我就 大量的去 嗯 去邀请 就是亲朋好友 嗯 就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然后就是比较 比较熟悉的亲戚 嗯 来跟我爸爸聊聊天 因为都在住 都住院嘛 嗯 对那个其实是 一个 接受的过程 就是我自己 我在用三个月的时间 去认识这个病 嗯 然后去接受 他可能会发展的结果 嗯 然后 我觉得 我需要让我的爸爸没有遗憾 所以 我自己先接受这件事情之后 大量的去让 我爸爸可能会希望见到的人 来见 来去看他 这样 嗯 所以 该如何让 这些访客 不要觉得病情严重 因为我也要安抚他们 嗯 不要让他们担心 紧张 就是我爸住院来看一下 嗯 然后也不要让我爸爸觉得 我好像在催促的什么东西正在发生 这样 就是 嗯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 那个 沟通该如何变得柔软 就很重要 就是 都不要让人觉得有件事情 可能会发生的 我们只是因为有一个人住院的 所以我们来看他 哦 这样 然后也让我爸爸觉得 就是小儿子的关心嘛 所以就是让亲朋好友来看他 虽然说他不愿意 这样 对 因为会觉得很丑啦 对对对 会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这样子 所以 所以那个 那个过程 我就觉得也是很花费心力 所以我不能 也不能太密集 就每个礼拜 都安排个一两个 嗯 这样 就是这样 以固定的节奏 然后 是在家里吗 在医院 对 我还特别就是 单人病房 就是 就是单人病房其实很贵 一间就要三五三千 四千块 这样 所以就是 欸 其实这 这半年住下来也花了很多钱 嗯 对啊 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他舒服 嗯 这样 嘿 然后也为了让他没有遗憾 然后让亲属没有遗憾 所以 其实 其实那一个过程是 一开始自己就必须要去面对他 面对他 就是说这个病 他不会好 那我该如何去 这样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这样 所以其实到最后 呃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是陪伴着爸爸是去呼吸的 就是我觉得到最后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可以判断的出来 就是感觉好像败血症了 然后大概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样 就等于说他 你就想说 欸 我插开话题 我觉得那个二十四孝里面什么 胃腹 长分 我觉得那个根本不难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可以算是二十四孝 就是 当一个亚培安素喝到肚子里 白色的亚培安素喝到肚子里面 然后排出来只是一个黑色的亚培安素的时候 那有什么不能喝的 我不要告诉你那个是排出来的东西 我说这个是芝麻口味的亚培安素 如此而已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就 但是胃清长分跟 你是吃 爸爸吃亚培安素 然后排出来是黑色的 对啊 只是变成黑色的亚培安素 味道完全没有改变 那我就知道说 那个肠道其实就是已经完全失去功能了 他会变成黑色其实就是白血症的结果 这样 所以其实 因为都是血 血出来是黑的 对对对对 所以味道就是亚培安素的味道啊 没有粪便的味道啊 所以其实是 我都觉得 我就捧着他 我想说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肮脏的 这样就捧着 所以 没有 有些人他就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二十四孝他那个典故 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一些是成立的 只是我觉得是 以前说故事的那些人说的太糟糕了 是 我是这么想啊 对 改天来诠释一下吧 是啊 因为我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关心 生病的长辈 其实二十四孝里面那些真的都不算什么 甚至里面 我知道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是 就是有一个媳妇 就是去监狱里面喂爸爸喝奶 对 然后 大家觉得不可能 但其实在欧洲有一幅名画 也是画这样子的故事 他就没有办法咀嚼了 对啊 就只能喝 奶啊 流体的东西 对啊 那个时候 当然就是奶啊 最营养的东西就是奶水 那时候没有亚培安素啊 是 是 所以其实这些是成立的 是 对 他并不是很夸张 也不是什么余效 因为 当你真的遇到一些 生死 生死面的时候 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 是 是 我觉得是有可能 是 所以当我捧着那个黑色的 黑色的液体的时候 我就觉得 真没什么难的 然后也知道时间到了 这样 也知道时间到了 所以就是 就有百般交代 是说我们 尽可能就陪伴在身边 这样 尽可能陪伴身边 那其实我爸也撑蛮久的 就是又撑个一天两天 嗯 因为这种状态 还能够能够撑那么久这样 那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 我有告诉我的祖父母 嗯 我祖父母住在桃园 然后我爸在高雄长羹 这样 然后就请他们说 能不能 坐高铁下来 嗯 来看一下 这样 就觉得好像 状况不好 嗯 这样也没有让他们太着急 我说状况不好 下来看一下 嗯 那我觉得是我爸爸 舍不得 让自己的父母亲送他 对 所以其实在他们 进到病房里的 差不多三十分钟前 就 离开了 这样 嗯 对所以 我是觉得他舍不得 因为在他 失去呼吸之前 都还有跟我们讲话 就等于说 他意识是清醒的 嗯 只是说慢慢的 好像吸不到空气 他有跟我说 氧气可不可以开大 空气开大一点 嗯 他快吸不到气 然后还跟我讲话 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 我妈妈 我妹妹 然后我太太就在旁边陪他 然后跟他讲话 然后一直到离开 就是失去呼吸 那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 没有 没有让我的 祖父母 也送他 啊 我的解读是 他知道 他知道 他的爸爸妈妈要到了 然后他舍不得 嗯 所以 所以就先离开了 这样子 所以我 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惜 那可是我觉得 如果说 对于我爸爸来说 可能 他也有他 他的顾虑 这样子 所以 所以后来我觉得讲的 比较 比较 后来就是 我的祖母啦 祖母就说 他有梦到爸爸 嗯 梦到我爸爸 就是一个小男孩 然后躲在墙壁外面 偷偷看他 好像做错事情 那个 不敢出来找他一样 这样子 对我的祖母说 他有梦到这样的梦 所以我就更能够 更去解释 就是为什么他 就不愿意再撑个三十分钟 去 那个 就是 而且他是梦到小男孩 就是说他是梦到他 是 就躲在墙壁上探头 然后不敢出来 像做错事 这样子 对对对 他是梦到他小时候 就是他 有印象的那个时候 对就是白法人 送黑法人 他舍不得 这样子 嘿 所以我是觉得 在那处理过程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嗯 去 去 去处理我的 爸爸的心情 然后我的家人的心情 这样子 然后之后 伤脏已失的过程 对 所以 我都觉得 嗯 很复杂 然后真的没有时间处理自己 嗯 因为紧接着 一年后 我的祖母应该是太伤心了 嗯 一年后他也离癌 然后两个月就过世 嗯 他没有告诉他自己 都没有告诉我们 他身体有状况 嗯 所以当 事情发生的时候 也是癌症末期 嗯 对 那很快就是 一直都在 他不想要住院 所以变成是救护车来来去去的 这样就是 稳定的又送回家 然后 过两天又 又要去医院 这样来来去去 其实是折腾啦 嗯 对啊 我觉得是 受不了那个伤痛 嗯 那一年后 就 也是离世 然后当然那就是另外一个 故事 另外故事 因为他 我虽然是长孙 可是毕竟还有 好累哦 姑姑叔叔 很累 他们的意见 而且他们无法接受死亡 他们真的无法接受死亡 他们觉得人在 人就会自然死去 可是 癌症这种东西是需要 有些 有些是会很痛的 需要 那个 葛大英就是 麻菲啦 对对对 来 来那个 止痛 然后让他就是很自然的 对 可是你如果没有进到安宁的部分 他的止痛器是有限的 他不可以无限制供应 嗯 所以变成是 所以当他们不接受安宁的时候 我们只能用有限的止痛器来帮他止痛 其实他会更痛苦 对 当止痛器用完的时候 很抱歉 就是用完了 不能再有 这样 对对 而且他们去安宁病房 其实还有一个 好像还有一些蛮严苛的规定 比如说你要住就住 对 其实我的祖母在那时候已经是 已经是可 OK的等级 只是说我的家人 长辈 我的长辈 他不接受 所以反而是让我的祖母 也就是他们的妈妈 很痛苦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我真的觉得好聚好散 然后 情绪 情绪真的就是活着的人的事情 对 然后 亡者其实 或生病真的很痛苦的人 真的就是 该走就是 就是放手 让他可以很舒服的走 是 对啊 我其实因为刚好我这学期啊 就是 在交 就刚好一个因缘集会就是有 就是 带学生看那个 可可可夜总会那一部电影 你有看过 没有 听过 他就是在讲墨西哥的一个亡灵节 是 是 然后就是 他是一个 Dia del muerto 就是那个 庆祝死亡的 节庆 因为他们那边的人 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死 死 人啊 死掉并没有说真的死掉 他们其实就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去活着 嗯 然后如果我们人世间 阳世的人 如果都有奠记着他们 然后用欢 欢乐的 心情 跟一些节庆 比如唱歌 跳舞 然后把他的那个坟墓装饰得很漂亮 是 那他在阴间的力量就越大 是 对 所以 呃他们有这样的习俗 所以说其实 他们对于死亡 他们其实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心态 不像我们就是会觉得说 哎那个 哎呦 他们那个谁谁死掉 他是不是会变亡灵啊 或什么 就是很像灵头节那种概念 是 他们就是觉得说啊死亡 他其实就是朋友 是 对 然后他们会在亡灵节的时候就是 就他那一天 然后就准备很多的万寿局 然后去铺路 然后把阴间的灵魂 给拉到阳世间来跟他们一起 是 是 那 我觉得 那部电影给我的很大的歧视是 其实死亡不可怕 其实死亡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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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过世 其实跟我们就是一个串联 然后 其实 不要就是 因为那个故事其实在讲说 就是 反正就是有一些 在阳世间有一些误会 然后死掉之后大家就很讨厌他 但其实过去就过去了 就不要再去 argue那些五四三 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想念 这一个王者 这样子 对 好像每件事情 他其实都有正反两面 但重点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 诠释跟解读 这一件事情 让他是更好的 嗯 然后是正向的 对 那他其实那首歌 他的主题曲就是 就是记得我的 就是 然后他其实就是在讲说 就是 要开心的想念他 是 对 就是 对 其实好像也是在跟老师说一样 就是在处理 活着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是 最后是如何去安抚自己 其实是会希望 呃 这个时候其实 就会有一些想象啊 他是到更好的地方去 真的呢 就会期待他去更好的地方 对啊 然后就是 留在我心中的就是那种美好的记忆 是啊 是啊 对 然后他们 然后就会觉得说 他好像又可以唱歌跳舞 然后可以做他很多很开心的事情 是 然后我自己其实会想说 哪一天我跟我爸爸见面的时候 嗯 我希望我们都是18岁 就是18岁的他跟18岁的我 嗯哼 一起打球 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是 对就是我们来PK一下 我们同样都是18岁的时候 谁比较厉害 哦 对 就会有这种想象啊 然后我遇到 遇到18岁我 就是我18岁的祖母 嗯 然后想说我看看18岁的祖母长什么样子 哦 对 所以我就觉得是 送别很难过 可是在送别之后 我都期望能够再一次相遇的时候 都是最美好的 最美好的一个状态 对对 所以我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去面对 就是这些已经离开的 的情友们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是 这或许也是一种方式啊 我不知道 就是 这是生死学的一个concept吗 没有 这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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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自己对于他的 对于生死学的诠释吗 还是什么 对 我是觉得最后 最终的期待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得好 自己能过得好 如何让自己觉得自己过得好 尤其是面对已经那么重要的人都过世了 嗯 而他们在我心中又是 很大很重要的地位 对 所以变成是 那我就想象他们都过得很好 然后过得好的我跟过得好的他们 能够在某个空间里面可以大家在一起 聊聊天 这样 叙叙旧 这样 所以用这种方式就 嗯 比较能够疗愈啦 所以 这是我的方式 这没有那个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的人 有这样的讲法 可是我觉得是 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这样 他都用去想象 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也很怀疑 就是我们不是常说 如果人走掉之后 他就要喝孟婆汤 然后再 就是轮回 然后再投胎吗 可是 然后我就在想说 可是他如果投胎的 那 那他在阴间不就又少了一个他了吗 哦 是 对啊 比如说就是你要排友 一定要四个人打麻将 然后如果是以前当 一起玩 一起打麻将的朋友 然后好不容易就 欸等到一个时间 欸我们又 都一起过世了 然后在阴间打麻将 然后过一阵子就是 欸好啦我要去 我要去投胎了 那我们不是永远又缺一咖 这样有道理 这样就很奇怪 是 对啊 所以我的讲法是不错的哦 大家都还记得 只是说各自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 比如说最年轻 最最最最巅峰的时刻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就maybe彼此眼里都是那个最好的样子 对 对 因为反正已经是灵魂了 对 对 他可以千变万化 对 这是 嗯很好 所以这是 这是圣子 好 这是我们圣子学结论这样 对 这样比较好啦 觉得要有一个美好的 好哦 好哦 那谢谢老师 好不要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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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